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解女性角色面部的板定 这里我们展开面部板定相关的一些功能 那么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只要我们提前去做了模型的拆分和命名工作 那么这里操作起来就会非常的方便 另外呢,我们会注意到每个功能按钮后面都会有一个问号 它的作用就在于提示我们如何去操作,非常简单 那么这里为了反准我们误选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骨骼和曲线屏蔽一下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mask面罩选择 我们打开提示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我们只要选中多前方的面部就可以了 我们进入面模式 这里我们使用这个套索工具来进行选择 然后我们点击mask 我们Q键取消选择,回到对象模式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面部 那么这个我们只要选择脸部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all head全部头部 我们只要宽选头部包含的所有模型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右眼我们选择对应的右眼 左眼就选择对应的左眼 然后这个上下牙齿 我们就选择对应的上牙齿 下牙齿就选择对应的下牙齿 然后是舌头 接着是眉毛 然后是睫毛 至于这个而外的是类似胡子之类的东西 没有我们就不去管它了 好了,我们点击检查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是完全对称的 没啥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装备类型 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高级选项 这里我们记得要打勾检查一下 我们开启透视和谷歌选择 我们选择头部谷歌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没什么变化 说明是没什么问题的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个feed适应选项 第一个眼球 那么它提示我们不需要做任何选择 我们只需要按照图示去匹配眼白和瞳孔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的这三项是关于眼瞼 也就是眼皮部分 分别是外眼皮 主要眼皮 内部眼皮 首先第一个外眼皮 我们进入边线模式 我们选择外眼皮的循环边 点击拾取 然后是主要眼皮和内眼皮一样的拾取方法 好了 这样眼皮部分就完成了 我们接着来适配嘴唇的外部 主要部分以及内部 操作方法都一样 就不再重复累赘了 这里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练一面皮 寶导者 练一面皮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这六项关于眉毛部分的适配 那么这个主要是选择一个顶点来进行定位 我们可以大致连起来看一下图示 好了第一个 内向眉毛的定位 我们进入顶点模式 我们选择顶点点击拾取 那么眉毛和眉心都是一样的拾取方法 跟着做就可以了 基于下面的这三项眉毛中部的适配 我们尽可能让它看起来分布的均匀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是这个前额的适配 它要求我们选择三个顶点来进行适配 那么因为我的这个模型呢 建模不是很标准 所以结果可能会有点差异 不过没关系 大家记得按照图示去拾取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的这些适配 我们只需要选择一个顶点就可以了 这个是下额旋转的 竖轴点中心 我们来选择一下 然后是这个下额角 接着是下额末尾 这个是咽喉位置 然后是脸颊的位置 然后是脸颊的位置 接着是颧骨的位置 然后是颧骨偏上一点的位置 接着是这个微笑 然后是沮丧 非常简单 接着是鼻子位置 鼻子下翻 以及鼻脚的位置 接着是鼻子的一些额外的适配 鼻子侧面 鼻梁中心 以及鼻孔边缘的位置 基于这个舌头适配 我们在前面已经识取过了 这里直接点击 就可以识别到 至于下面的这两个 一个是瞳孔的选择 另一个是红膜的选择 这里我们只需要注意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跟眼球的贴图对应上 以此来达到最佳的效果 感谢观看 至于这个脸部的上中下段适配 我们直接点击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微笑曲线 这个我们尽量放开一点 不要选择它内向了 至于这个额外选项 我们用不到可以直接跳过 最后我们直接点击窗间面部板定 这个时间不会很长 一会就好了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部板定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由于受到头部的影响 整体的蒙皮又变为了最初很硬的一个状态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只需要选中身体 内衣内裤 然后点击创建Delt Marsh 这样我们的蒙皮又回到了之前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关于面部的板定就讲到这里 下个视频我们来讲解头发的板定